你是否曾因自身的平凡而陷入焦虑的泥沼 当仰望那些意义生辉的成功人士时 我们常常会滋生自卑感 觉得自己毫无价值 然而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 北大才子刘振云犀利地指出 无需崇拜任何人 实际上这个社会本质上不过是一个草台伴子 根本不存在值得你仰视的人与物 你也没必要认为自己一无是处 人所有的惊小慎微 自卑切诺 皆源于将周围人想得过于强大 其实周围人的强大都是伪装出来的 大家都在故作声势 只是彼此心照不宣罢了 虽说这话略显偏激 但却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 那些所谓的精英和专家 永远只让你看到他们光鲜的一面 因为那是经过精心包装后呈现给你的 那是营造出的假象 其背后的肮脏一点也不会少 李敖曾言 不要崇拜任何人 绝大多数有头有脸的人都是坏人 他们不坏根本无法出名 纯粹的好人极难出人头地 老实善良的人 这辈子难以发财 因为财富与人品无关 与勤劳无关 与学历无关 古有义不经商 辞不带兵之说 在现实社会中 互取财富的某些手段 确实难登大雅之堂 好人只适合打工 有道德边界感的人永远发不了财 因为财富的积累过程 充斥着血腥的剥削 月朵和压榨 如果仅仅依靠吃苦便能成功 那么最富有的应该是农民和农民工 如果仅靠埋头努力就能成功 那么满大街的打工者都应是成功人士 刘振云讲到 打工出汗的是穷人 床上出汗的是富人 讲人情的是穷人 讲利益的是富人 不是你挣不到钱 而是你挣的钱太干净 掠夺是获取财富最迅速的方式 强者不会与弱者多费口舌 直接将弱者的钱抢夺过来 抢过来便成为自己的钱 钱就是钱 讲究的是购买力 干净与否并不重要 大自然存在食物链 其实生意场上也存在食物链 不同思维的人会处于不同的生态位 一般而言赚钱思维的人就像食物链底端的食草洞 而掠夺思维的人就像食物链顶端的食肉洞 有钱的地方就会有纷争 别人的钱就会开始减少 因为钱并非凭空产生 而是从他人那里掠夺而来 穷人们不懂得赚钱的本质是掠夺 总觉得国家会分配给自己钱 等来等去公究一场空 赚钱最重要的一条要求就是 摒弃无用的感情必须心狠 穷人往往太重感情 沉浸在感情世界中难以自拔 他们有着太多的幻想 可惜现实社会是残酷的 他更看重金钱 现实社会残酷且赤裸 成功往往伴随着争议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摒弃善良和底线 真正的成功不但是财富的积极 更是人格的升华 正如刘振云所言 我们不必崇拜任何人 但我们可以汲取他们的智慧 同时经守自己的本心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 保持清醒的头脑 懂得权衡利弊 才是真正的智慧 对不起 不愿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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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